Hello 大家好 我是Verset3 大家好 我是Verset3 大家好 今天要討論的是 五點不敢相信日本人對毛的文化 那先日文教學一下 日文的毛就叫做 一顆字 那首先第一點 台灣人一定會非常驚訝的是 在日本沒有剃手指頭的毛就會上新聞 那之前就是日本有一個日劇 女主角有戴戒指的畫面 就是手部的特寫 就被造出這個女星 她可能手毛沒有剃這樣子 我就整個在日本很轟動耶 那我貼那個劇照 那我在這邊圈起來這個毛的部分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麼細微的地方 都被日本人來討論 我有看到網路上有人說 欸那個女星她的毛超茂密的耶 我覺得太奇怪了 我就上網 一查結果果真變成新聞了 那對日本人來說 除了你的什麼頭髮啊 眉毛眼睫毛啊 這些就是 該留著的毛 之外的毛都是 多餘的毛 日本的話呢 從高中生就會開始去上 這個出毛雷射的美容院 如果你是女生 然後沒有剃手毛跟腳毛 或者是義毛的話呢 真的會被排擠這麼嚴重 日本真的是 對毛非常的龜毛 再來第二點呢 算是日本人對台灣男生髮型的疑問 為什麼台灣的男生都替病腳 有一次我跟他日本地方政府一起工作 那工作結束之後 我就帶那些政府人 還有日本攝影師啊 帶他們觀光一下台灣 可能就說 為什麼台灣的男生 都會變得很長 日本男生的頭髮真的比較多變 各種長大端的啊 假設像大家印象中的 日本牛郎 會流的那種長頭髮的樣子 我感覺台灣人 不管男生女生 好像都不太喜歡 那種頭髮的感覺 但台灣男生的髮型的話呢 不管是這個硬腳啊 還是這個後頸部嘛 台灣很多人都是喜歡用那個屁的 日本的話 是比較不流行的 因為可能日本人 不喜歡沒有漸層的感覺 可能那個角度很明顯 再來第三點呢 日本女生特別重視頭髮的髮質跟味道 我還記得在台灣超久以前 很流行玉米鬚 但那個玉米鬚 因為會讓頭髮比較失去光澤 所以在日本 就比較不受歡迎 那講到髮質 日本人都會想到 這個天使的光環 頭髮髮質很好的話 會有那個反光嘛 然後那個頭髮會形成一圈這樣子 那日本人追求髮質 追求到有很多產品 就是製造這個天使光環的噴霧 除了重視頭髮的髮質之外 也有講到 很重視味道的部分 在日本呢 很多女生 都會喜歡用髮香噴霧 那我覺得原因是在於 日本男生很愛聞女生的頭髮 因為在日本的印象啊 會常常聽到男生們會說 欸我聞到某某某的頭髮 的味道好香喔 讓我小磨亂撞 那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日本男生喜好的關係 這個關於髮香 好像在日本就變成一個 女生的這個 小心機 那我也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很受日本女生喜歡的洗髮精的牌子 這家 這個是日本的 歐布cosmetics 那我坦承跟大家說這個是業配 但是請大家放心 其實業配之前我一定也會請他們 給我試用品 然後我試用過後 我覺得不夠好 我都一句拒絕 所以我之前已經拒絕掉過很多東西了 那我會介紹這個也是 因為我本來就知道這個牌子 在一些我很相信的 日本美妝排行榜 以及心得分享的地方 他們呢 都很受好評 我之前就一直很好奇想試用看看 結果一用 我覺得真的很好用 而且味道真的超香很療癒 那我本身自己是很注重髮質的人 因為從高中開始染頭髮 所以我從高中開始都是用設計師款的 那這個牌子呢 也是日本專業的美髮造型師設計的 而且他們的介面火星機是甜菜剪 對人體跟環境友善 所有的成分都能在24小時內被生物性分解 不染環境 所以非常的環保 那它很有趣的是 它不只是注重頭髮 也注重你的肌膚頭皮 所以在挑選他們家產品上呢 你們可以直接去做頭皮檢測 超級專業的 然後來幫你量身定做 大家可以去看看 那首先第一個 這個是頭皮護理的玫瑰洗髮精 那它是注重頭髮質感的頭皮護理洗髮精 它超級好起泡的 因為我之前原本用的一些洗髮精 它可能效果好 可是不見得很好起泡 但是它的泡泡真的很豐盈 洗起來是很舒服的 試穿一下 它真的超級好起泡的 一下就起出這樣子很綿密的泡泡 那它不會造成過度的清潔 帶走所有的皮質 溫和洗淨的同時 還可以把營養補充給頭髮 所以是可以每天使用的喔 哇 那有些太保濕的洗髮精 洗完後 雖然很滋潤 可是頭髮會塌 那這個的話 它洗起來是很保濕 可是 又有一個膨度 膨膨的 就是很輕盈的那種感覺 這點我很喜歡 那可不瞞大家說 我也是剛剛使用了這一整套洗髮的 剛洗好就馬上來拍影片了 哈哈哈哈 對現在頭髮也是整個很香很順 那接下來呢 這兩個都是玫瑰護髮乳 但是功效不太一樣 這一個玫瑰護髮乳 它是頭皮護理的 它是增加頭髮蓬鬆度 和保濕強健的一款護髮乳 那這款玫瑰護髮乳呢 是為細軟髮帶來彈性與蓬鬆感 可以修護受損髮質 這款雖然說是滋潤的 但是洗起來我覺得也是很輕盈的耶 因為我現在覺得我頭髮真的很蓬鬆 哈哈哈哈 最後一個這個是玫瑰妝髮乳 那我自己平常的習慣洗完頭髮 所以頭髮之前呢 是一定一定會抹免沖洗護髮的東西 那這個髮妝乳 我一開始很驚訝的是 它用起來真的超級輕盈的 然後完全不油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種觸感感覺應該是 男生也會喜歡的 不用擔心頭髮會塌這樣子 那有興趣的大家可以在網路上購買 我一下還很香 那現在有講到第四點 就是我曾經有被日本人問說 為什麼台灣人都喜歡問你多久洗一次頭髮 他這樣子問起我 我就想說 欸對耶 確實我在台灣上 是以前學生時代 或者是出社會之後的同事 都有問過我這個問題 都是台灣人 但確實確實 在日本 就不會被問這個問題 在日本人的這個習慣或者是 印象中 頭髮好像一定要每天洗的那種感覺 好像跟洗澡一樣 那最後第五點我想要分享 我覺得台灣人應該會覺得很疑惑的 就是 日本人覺得沒有毛的腋下很性感 還有日本男生不幫女友吹頭髮 欸這樣好像變成六點了 好不過先從腋下講起 日本人會覺得 就是剃得非常乾淨的腋下 會是很性感的 但我想說 欸在台灣我好像不會聽到 有男生在討論說 欸太腋下很性感 而且就常常日本也會 有很多女星腋下被拿來做比較 就說誰的腋下比較漂亮 那這個我個人蠻好奇的 不管是台灣的男生還是女生 你認為剛剛這些的腋下 你會覺得是性感的嗎 我想知道 請大家告訴我謝謝 然後再來是日本男生不幫女友吹頭髮 這件事情 因為我發現 欸台灣的男朋友太好了吧 就 你什麼都沒有說 但是他有時候就會突然主動的 欸開始幫你吹起頭髮來 那台灣男生這個貼心的舉動 是真的 蠻 讓日本人震驚 那我還看到 日本有一個YouTuber 拿自己的男朋友來做實測 說 如果女朋友每天朝著男朋友 要他來幫自己吹頭髮 男朋友到底第幾天的時候 會崩潰發表 那我還看那個日本留學生的網子 我覺得很有趣 分享給大家 這個部落格的日本男生呢 他是在澳洲留學 然後 他在澳洲的roomshare 是跟台灣人一起住 他就貼了一張照片說 他來澳洲 最受文化衝擊的就是這個光景 他說他看到這個光景真的是 嚇到吃熟熟 那也想要知道 各位 就是男生 你要不要幫女生 吹過頭髮 你覺得 你對於這點怎麼看呢 歡迎台灣的女生留言 你的男朋友有沒有幫你吹過頭髮 然後你有沒有因此 覺得很貼心過 這樣子 那如果有任何其他 關於毛髮 或者是什麼 文化衝擊的 也歡迎大家留言告訴我 好 那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看到最後 那如果覺得我們影片有趣的話 麻煩跟我們按讚留言分享喔 記得訂閱訂閱 然後我們也有其他的類別影片 也歡迎看看 然後每天有用 在sqp可以一些有人用 中日文分享 資訊也歡迎追蹤 那我們下集影片再見 掰掰 有個字幕 有次回落 分架 有更多人 有更多人 那是 有更多人 我們可以跟妳講 給你 再加一點 不同